最近全网都在盼望顾佳离婚 因为她的老公许幻山出轨了 这位电视剧三世而已的女主角 堪称实相全能 完美人气 对内 她雇得了家庭 把儿子和老公照顾得妥妥帖帖 对外 她拼得了事业 为公司未雨绸缪 替丈夫背负压力 实属定海神针 她全心全意地为家庭付出 奔波劳碌 方方面面都做到了顶级体面 令人极度舒适 也因此 顾学这个词汇应运而生 什么是顾学 形容学习三世而已中的顾佳 在当妈的修行 语言艺术 过滤技术 玉妇 玉娃等等层面做到顶级体面 和满分舒适度的行为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实力过硬的满分女人 却在三十岁的时候 遭遇了丈夫出轨的狗血 也没能躲过手撕小三的结局 所有人都替她不平 都骂她老公眼下 都在说男人不靠谱 都在叹息爱情本就是虚无缥缈 确实 大家都想不明白 顾佳都那么好了 为什么许焕山还要出轨呢 其实出轨和婚姻体验 并无直接的联系 一篇来自1985年的调查报告就曾显示 出轨的人当中 百分之五十六的男人 和百分之三十四的女人 评价自己的婚姻很幸福 或十分幸福 是不是很可笑 这个数据看着有些不可思议对吧 要知道在如今的社会当中 出轨意味着冒险 婚姻子女财务自由和身体健康等 都有可能因为出轨而统统失去 如果婚姻幸福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出轨呢 美国人类学家海伦·费舍尔博士 他的我们为何结婚 又为何不忠义书 试图解开这个疑惑 他从生物学原理出发 结合经济文化和心理学因素 想要揭开背叛的终极原因 以及如果遭遇了背叛 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首先 出轨是天性使然 但这并不是免责的借口 罗伯特·赫里克在《论人》中指出 人类有两部分构成 一部分是天性 一部分是艺术 在人类几千年的进化历程当中 结合和背叛始终如影随形 费舍尔博士认为 出轨行为之所以如此频发和顽固 天性的因素 必不可少 从进化论的角度看 出轨可以带来下一代基因 多样性的适应机制 换句话说 每个人都好奇 自己的基因跟不同基因结合之后 会创造怎样的生命 正因如此 旧时大户人嘉兴纳切 如今豪门婚姻多小三 澳门娱乐大亨 贤米华 结婚之后一直战化惹草 更是培养了一位高调的小三 曼妮 不仅跟小三连生三个孩子 还鼓励小三和正方夫人 展开生育比赛 令人三观尽碎 同时 因为大脑构造的特殊性 掌管浪漫爱情 深深依恋和控制欲的神经系统 彼此独立 脚踏几条船的情绪组合 在生物学上是可行的 由于大脑可以包容出轨行为 所以很多人对此见怪不怪 当年 成龙大哥被爆出 出轨无弃力 并已生下了小龙女 他的一句 我犯了全天下 很多男人都会犯的错 众人哗然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是生物性使然 那是否意味着出轨 可以被原谅 出轨者可以被免责 答案是否定的 我们不是DNA的傀儡 费舍尔在书中一再强调 生物学原理本身 并不是在为出轨者开脱 因为一个人成为怎样的人 40%到60%由基因决定 剩下的40%到60% 则由文化 环境等因素 共同构建 在婚姻围城当中的人 可以并且应该 对自己的行为 做出选择 林玉堂先生曾经说过 爱情 不是婚姻的前提 爱情 是婚姻的产物 如果说爱情是 荷尔蒙带来的冲动 那违线婚姻的更多的是责任和承诺 谁都没有办法杜绝在婚后 遇见挚爱的可能性 但生而为人 除了对爱情的执念 更应该有对婚姻的敬畏 好的婚姻 从来都是在柴米油盐中 和对方一次又一次的相爱 支支白头 因此 结婚之前 别隔绝爱情的存在 结婚之后 别否认责任的重量 第二 配偶出轨 这婚离不离 人类学家研究表明 婚外情 一直是导致离婚的元凶之一 毕竟 没有人能够忍受伴侣的背叛 然而不是 所有遭遇背叛的婚姻 都会选择结束 费舍尔研究发现 只有当男女 不需要彼此依赖 以求生存的时候 糟糕的婚姻 才会随时结束 这 便是经济独立的力量 我的前半生当中 陈俊生出轨零零 向子军提出了离婚 明明自己是受害者 但因为对方 是他唯一的经济来源 子军只能死皮赖脸的 苦苦哀求 硬是拖着不肯离婚 哪怕早已经伤痕累累 顾家 则是反例 她有实力 有魄力 尽管也是圈职太太 但是她能够独挡一面 经营茶场 守住自己的一份事业 所以在发现 丈夫出轨的时候 才能够 底气失足地 提出了离婚 毕头是乐队 有首歌是这样唱的 你只需要爱 大部分人把爱定义为 婚姻稳定存续的必要条件 其实不然 社会学家走访了 459名女星之后发现 除了经济因素之外 相似的性情 同样的习惯 类似的兴趣 一致的价值观 相同的休闲方式 和共同的朋友 是婚姻稳定的最好兆头 如果不具备这些要素 那婚姻魄力的风险 则更大 有意思的是 即便以上那些要素 都不存在了 也有夫妻 不会选择离婚 心理学家称 如果把夫妻 绑在一起的力量 大于将他们 拆散的力量的时候 他们倾向于不分开 这就解释了 为何马依利 在得知文章出轨之后 第一时间选择原谅 已发声 恋爱虽易 婚姻不易 且行且珍惜 五年之后 当两人的捆绑利益 逐渐地剥离开 她才选择了离婚 都说婚姻有七年之痒 但最新研究发现 结婚三到四年的时候 夫妻离婚率会达到峰值 奔三和三十出头的夫妻 离婚风险最高 婚姻关系越来越脆弱 是不争的事实 女性想要摆脱婚姻当中的 弱势的形象 唯有自强 一书说 不管你是二十岁 三十岁还是四十岁 都不能够把自己 托付给任何人 深以为远 离婚也好 原谅也罢 只有在亲密关系当中 相对独立 在婚姻状态里面 势均力敌 才会让人有底气 做出更优化的选择 尽管新时代里 一直倡导 人在本质上 并无多少分别的观念 但是 在爱情和婚姻中 男女 确实存在差异 菲舍尔发现 女性对人际关系 格外敏感 会主动在爱情 亲情和对别人的 责任与义务的关系当中 承担起一个角色 相对的 男性则不如女性 那么主动 他们需要花更长的时间 才能适应自己的新角色 所以在婚姻里 彼此抱怨实属常态 面对咆哮的妻子 丈夫会无措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 面对局促的丈夫 妻子会吐槽 男人就是不懂 男性多半认为 亲密就是并肩工作 或者游戏 而女性却认为 在于促妻常谈 这很正常 社会学家哈里布罗德 这么认为 婚姻中承认彼此的不合拍 并努力把不合拍 变成合拍 考验着双方的智慧 费舍尔给出的方法是 净化心理共鸣 他建议 女性可以选择一项 男人喜欢 无需言语交流 又可以共同参与的 休闲活动 借此 拉近跟丈夫的距离 而男性也不妨 抽点时间和伴侣 小做片刻 主动倾听 粗息贪心 改善夫妻关系 梁朝伟和刘嘉玲 就是把这种心理共鸣 做到了极致 两个人 风风雨雨几十载 一个喜静 一个喜动 一个清清冷冷爱独处 他恰到好处的消失 又恰到好处的出现 一个热热闹闹烟火气 他也愿意放下身段 来作陪 所以才成就了一段 模范婚姻 这世上 哪有什么天生一对 不过是彼此迁就 携手白头罢了 婚姻从来都不是 一帆风顺的 对于那些因为出轨 而产生裂痕的婚姻 真的可以重归于好吗 菲舍尔说 对于背叛 人的大脑并不会真正忘记 只能通过一次 又一次的重建信任 来修复亲密关系 因此 出轨的人 必须诚实地回答 对方每一个问题 而没出轨的一方 也要懂得适可而止 不要总站在 道德制高点 翻旧账 菲尔泰说 婚姻是唯一一项 对懦弱者敞开的冒险 男女就像两只脚 同心协力 才能前行 在婚姻关系里 更是这样 夫妻二人只有把握当下 互相体谅 一同成长 才能收获 真正的幸福 民政部门公布的 最新数据显示 2019年 全国登记离婚人数 再创新高 高达415.4万对 每对夫妻都渴望 白头到老 可是每天 都有成千像万的 夫妻老眼纷飞 但我们其实不必沮丧 因为 无论从生物学 还是社会学上看 人类追求爱情是本能 维系婚姻也是必然 正如菲尔尔在 本书结尾当中写道 如果人类这一物种 要存活下去 往后的一百万年 我们还是必须 坠入爱河 并与对方结为终身伴侣 巴西叶语说得好 爱情 始于惊鸿一瞥 并在微笑当中 走向成熟 我们有理由相信 我们最有机会 结成恋爱伴侣的时刻 就在现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